瑞瑞伍赫加纳纳部落聚会所不仅是社区部落 也是部落文件站的站址 不顾空间环境以及设备皆不复使用 因此乡公所也积极争取获得圆明会130万元的经费补助 施工厂商也会同村长社区协会干部现刊 以利后续的改善计划进行 除了改善聚会所环境 更要强化以此地为部落文件站基地的设施设备 因此部落头目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 以及相代表林玉芬 仅跟着乡公所与包商会刊 提出各项改善措施修正讨论 部署要坐在哪里 开始要坐在台子过上面 对啦这个要啊 因为我是跟你坐一圈过去的 从那边直到厕所那边 一个L型啦 对吗 对对对 你要坐到厕所那里吗 对 差不多 日之乡午后加纳纳部落聚会所 不仅是部落社区各大小活动 祭典的活动场域 更是部落文件站落脚的空间 不过整体环境空间及设施皆不复使用 社区族人相当困扰 已经好几次会看了啦 好几次会看 然后大概这个时候应该是定案了 我们坐铁键门啊 还有不过那个水泥啊 还有栏杆啊 还有往厕所那边 栏道那边的一个遮阳 活动式的遮阳 加拿大部落及村长陈情反映 相公所及相待会也积极提案争取 终于在今年获得圆明会前瞻基础计划 130万元的经费补助 协助改善部落聚会所公共生活空间 多功能的这个活动中心能够适合大家使用 目前我们争取了 继续争取了我们往外扩展的党土墙的部分 以及我们文件站的前瞻计划 都包含我们铁门 以及花架的部分也在继续在争取 强化部落聚会所应体设施设备的服务功能 部落头目、村长以及乡代表 从先期规划到施工前会刊说明 也都高度关注 相公所表示若没有问题 最快今年年底就可以改善完毕 届时部落族人就能拥有一个功能完善 设施设备周全且环境优美舒适的部落聚会所 记者时玉兰瑞瑞采访报道